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來自台南的稻草人 現代舞蹈團 他們是一個非常直優的團隊 成立了有十年 在表演藝術 還有一些舞蹈的創作 非常的多頁 這次是有兩場次 是在12月3號、4號 剛好週末的時期 所以你們不要錯過了 那我這個作品其實在2010年創作的 然後他其實是在講一個家庭的故事 那其實他裡面在講說 我們的人 為什麼我們人現在 像我們長大了 我們都會有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焦慮、不安 那有些時候我們很多的這些精神上面的一些障礙 或者是一些困難 或者是一些我們所感受到的那些痛苦 很多時候都是在你小時候的家庭 的原生家庭裡面 慢慢的潛移默化 慢慢的影響你 然後塑造你的人格 當然人格這件事情 人格精神這個東西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可以討論的 但是這個作品的前提就是 我想要探討的是一個家庭